哎呦我去 这个厉害呀 心脏 今天呢小圈放充分的吸取了昨天的教训 把孤独的演一道极致 就是自己载这块网 不参与四费 因为他呢有些害怕健康码 健康码载在身边经过 他没有像以前追上去 而是只想玩球 健康码呢也差距到了这一点 于是开始追小圈放 先让他变了他追他 哦 就这个小小的一踹 把小F的自信踹回来了 整个局面逆转 宣分大哥呢又像之前 开始疯狂追狗 时间跑追了 在成功了几次之后 宣分大哥呢那是非常的开心 每次往回跑呢 都是摇头晃荡 表达着自己的愉悦心情 又急又急了 又急了 你看 又急 得急就急 还没等宣分大哥反抗呢 健康码呢突然停止了 小孩呢跑了过来 他来一块了 宣分不太动呢 你就记住 我太了解他了 宣分不太动呢 你看呢 刚才 等他他走了 他在动 他是透过来的 你看宣分走 他马上就想攻尖嘛 这马就是聪明 其实 接着小孩这个东风 健康码呢又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必须呢 给小孩份拿捏的死死的 哈哈哈哈 哎呦我去 哎呦我 哎呦我天 哈哈 这玩意儿带时间老长了 他根本不下去 你知道吗 这准备开始反击的小小孩份 突然也停了下来 因为小孩呢 从那边又跑了回来 他俩一来 小孩份的惊弓 马上停止 你看看 看我呀 你就是 你这都不聪明 他怕给小孩一整机 他俩一块干他 你看你这是贼神奇 你知道吗 只要是他俩同事出现 那小孩份绝对是乖嘛 他俩同事在这上 接下来的事件呢 小学份呢 进行了绝地大饭经验 哎呦我 哎呦我去 这个厉害呀 心灶哦 小学份 令我没想到的是 薛凤大哥的心灶不仅于此 后来呢 他如同这个非洲二个 掏杠大士 雷狗现场 专要这个健康马的屁股 一时间呢 健康马也乱了真脚 不知道该如何犯计 后来的健康马呢 又变成了前几天的样子 在这边站着呢 让小学份气负 并且呢 找了个机会 就回家了 小孩呢 也紧随其后 没有一次犹豫 直接呢 就回家跑 就回家跑